两个人刚踏入家门 就听到传来了 萧宇策的声音 这个是我 你要从里长那儿寄来的 你休想拿走 滚开 再不放手 我一脚踹死你 大姑娘 你别打我二哥 程大话 李氏 你回来也好 我正要找你算账 行 算吧 最好是把刚才 踹老二那一脚的账 也给算足了 你 你 李氏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些东西 我是要定了 这是你们欠我的 谁欠你的呀 你们 你们萧宇活着的时候 欠我的 没有 爹没有欠过 别人东西的 大伯母真是说笑了 爹好好的时候 你可是常来我家 借东西的 如今一样都没有还 萧宇他欠我银子 以前那些东西就底了 包括这些 你们不信的话 等他醒了 你们问他呀 你也说了呀 等他醒了才知道 那就等他醒了再说呗 如果他真的欠你钱 到时候我们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但是东西你给我放下 我就不放 村里跟人借钱 都会找里长作证 打一个欠条 我爹借没借你的钱 我们去找里长爷爷问问就知道了 那就好办了 陈大花 怎么样啊 是不是要我去请里长过来啊 就算没有借钱 那 那么 这也是你应该赔偿我的 我为什么要赔偿给你啊 我可不欠你的 你个骗子 你昨天骗了我 我压根就没有病 但你害得我在乡亲们面前 闹了一个大笑话 所以你要赔偿我 谁说我骗了你的 咱村里的赤脚王大夫说了 先摁肝血 再摁肝肯定会觉得痛 你昨天故意掐下我的手腕 再抬着 再让我摁我的肝 你个黑心的玩意儿 你玩我 哎 你长得这么丑 我可没有兴趣玩你啊 你 精神不振 全身乏力 尿黄负胀 恶心 眼清脸黑 偶然现在还出现低润发烧 我没说错吧 你 你 你怎么知道 把卖的嘛